同學,我們一齊看看Chris202 MC 第一題 他要同學運用一些比較 那是怎樣呢? 石頭在時間是零秒的時候 它在這裏 跟著第一秒之後 一秒之後 它就跌了下來這裏 兩秒之後 它就跌遠一點 是不是? 好了,現在的問題就是 如果在第一秒 最後的速度 即是說 同學我們分兩個時段 即是說零至一秒 零至一秒這個時段 V等於U加AT 這個X就是第一秒之後的速度 就會等於這個過程 是零的速度開始 就加9.81 這個是零至一秒的時候的情況 OK 然後 他就問第二秒 第二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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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零至二秒的時候 即是這裏到這裏 我們一樣用回V等於U加AT 那麼 新的速度 當是這裏 一樣是零加9.81 乘以二 那我們 我們如何拿到它 新的速度 和舊的速度 去比 等於新的速度 就是2 乘9.81 舊的速度 就是1 乘9.81 所以這裏是兩倍 所以新的速度 速度是兩倍 行不行? 所以這條的答案 就要是B 而這題呢 有少少需要格的就是 將速度變成X